欢迎收看金明天下股神 巴菲特是大坎苹果的一个股票 而且一坎就是13% 现在他可以说是现金满手 这是因为看空股市的一个接下来走势吗 另外巴菲特他其实也说 现在没有一种货币可以取代美元 不过美国的前总统川普 却认为说强势的美元 恐怕会让美国的一个经济 接下来会走向地狱 而另外中国大陆的五一长假 在这一次出游的人数非常的多 不过整体的消费水准 还没有回到疫情前 而在人民币的一个部分 在最近也是呈现了贬值的 那么现在整个大家也在担心说 北京是不是要让整个变成是经济的核选项 也就是说让人民币接下来一个走势 呈现了一次性 而且是大幅度的一个贬值 南韩现在针对了缩水式的通膨 也就是东西虽然没有涨价 但是整个产品却缩水 这样的一个情况要祭出重罚了 最重的话可能会开罚将近24万台币 而为了要拼观光 南韩也祭出了所谓花美男和尚 另外甚至为了要拼经济 要带动年轻人的这个结婚率 甚至也有韩国的这个佛寺 开始举办这个配对节目了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陈薇良 大家好 李博亚太区研究总监冯志源 大家好 前经经理人温建勋 陈伊卡丹好 金周刊副总组笔段诗姐 大家好 我们先请教薇良 我们看到股神巴菲特 他减持苹果 而且他的这个部位 一口气就大砍了13% 现在说他手上满手的现金 这是让大家开始担心 是不是觉得接下来这个股市会大跌 所以他要先保留现金 之后大跌之后再投入 我想巴菲特之所以被称为股神 大家对他过往投资的丰功伟业 应该都是辽若执掌 以前也的确看过 就是说当他看坏后市 并且大量争持手中现金的时候 通常在短时间 还免不了会引来一些冷嘲热讽 因为大家会看到股市 明明还是居高不下 甚至还能够续创新高 那巴菲特你怎么会报现金 但是时间拉长过后 也许过了几个季度 甚或是过了一年以后 股市开始崩盘了 大家又回过头 开始跟巴菲特 巴爷爷认错说 您不愧是当代股神 所以这一次 从第一季财报所揭露出来 内容看到波克夏投资公司 现在的现金水位 是来到将近 一千八百九十亿美元 是创新高 创下新高 所以当然会让股市的投资人 这时候如坐针毡 非常不安 因为毕竟最近 不管是美股 全球股市 包括台股 事实上也都是在 历史新高的附近 但是我们今天带来一张 独家分享的图表 非常重要 这张图表 就是波克夏的现金水位 大家如果仔细看 蓝色这条线 其实是一直往右上角 攀高的 也就是说 这几年下来 波克夏的现金 一直在增加当中 光是以这一轮的增加来讲的话 我数了一下 它已经连续五季的现金水位 都在成长 所以上一季 是已经来到 一千六百八十亿美元 也是历史新高 那这一季又继续增加 来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亿美元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 波克夏对于市场的保守 应该不是在好像上一个季度 才有这个突然的转向 所以它现金这么多的话 其实股市在先前也是继续在涨 也是继续在涨 那当然你说时间在拉长过后 会不会印证它是对的 那我觉得必须说 因为时钟就算坏掉 一天也会准两次 那因为你现金水位一直在拉高 一直在拉高 所以总是会有中期回档 甚至就是由多翻空的那一刻 所以当那一刻来的时候 大家又会意起回想起 波克夏早就保留了现金 所以重点是在于 对于多数的投资朋友来说 我们尊重巴菲特的投资选择 或波克夏的投资配置 但是不一定要照单全收 因为你如果要学 他保留很多很多的现金 可能你的现金 就没办法去抵抗通膨 甚至实现财富增长 但是波克夏或巴菲特 他是有这个底气的 因为他虽然有一千多亿现金 但他也有一千多亿的股票市值在手上 对 所以那些股票还是能够增长 那当然另外一个重点是在于 这一次他除了就是继续持有 这个最重要的持股 苹果 苹果是他的第一大持股 那另外再加上美国银行 美国运通 可口可乐 雪佛龙等等 这前五大持股占的比重 占整体波克夏投资组合就占了75%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波克夏的投资策略 虽然是有不同的标的 看起来是分散 但事实上以持股的内容来说 却是极为集中的 他看好的标的 他就重压 我们刚才讲前五大就占75% 事实上光是最大持股 苹果的占比就超过四成 不过值得一提是 因为在这一季 他对于苹果的股票 是大幅度的减码 减码13%的话 他说是因为税金的考量 真的是因为这样 我想第一季的苹果 大概股价的位置在这里 走势是这样子的 往下走的 换句话说 当时他卖苹果的价位 并不好 也不是出在一个相对漂亮的高点 所以他也不是获利减码 而是有点像是 发现苹果的走势比较疲软 可能必须要做出一点 不能说是停损 因为毕竟他还是赚钱 但是他必须控制风险 所以降低一些持股负位 所以不排除也有这样一个想法 另外大家也很关切 因为股神不仅是称霸美股 那事实上前几年 这个独牌众议 然后投入到日本股市 然后几乎所投资的五大商社 全部都带来翻倍的回报 所以大家也好奇 未来股神会不会也更全球化 那除了美国股市之外 有没有考虑去投资其他市场 不过他目前还是强调 他最主要的投资标的 都还是会放在美国 以美国为主 对 我认为这是 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启发 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投资人 不论你是不是股神 但是其实了解自己 投资能力圈的边界很重要 就你擅长的是什么 我想毕竟他一辈子的时间 是在钻研美国的企业 况且美国的企业本身 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尤其他所投资的像可口可乐 迪士尼 美国运通 这些都是国际化的公司 所以他不一定要把他的资金 投入到全世界的一些大企业 因为这些美国的公司 本身也有全球化 分散风险的作用 当然他说 因为他主要投资是美股 既然如此 我们就来看一下 所谓的美股巴菲特指标 就是以S&P500股票的市值 除以GDP来看 现在是接近两倍 那这个当然是历史高点附近 所以当然他对他的角度来讲 现在要买美股 恐怕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伯巴菲特在这一次 砍掉了苹果的持股13% 所以让大家就说 苹果的这个基本面 是不是真的有疑虑 苹果的春季发表会 然后请教微良 马上就要登场了 那么在这一次 大家也非常期待的 包括他们是要推的这个 第一款的AI平板 还有他们的M4的自眼晶片 好 那其实明天晚上 就是苹果这次的发表会 当然重点之一 是在硬体的部分 会推出最新的iPad 因为大家每年就是 春天的部分 重点就是看iPad 那秋天的部分 就是看iPhone 那除此之外 我想大家更关切 就是在于苹果的AI布局 因为在所谓的 美国科技七雄 过去这一年来 股价的销涨跟市值的变化 苹果算是相对比较落后的 那原因就在于 在AI这个赛道上 它的起步比较慢 而且马力不够强大 所以未来大家要看就是 AI从所谓的云端落地之后 也就是今年开始要走到 中端的手持装置 从这个iPhone手机 再来就是包括平板笔电 那未来还有包括 AI PCNB等等 那苹果在这一块市场来讲的话 第一个动作就是 它的M4最新的处理器 那这一次能够带来多大的 一个效能升级 这是一个观察 那第二个部分则是在于 iPhone什么时候 也能够像三星今年的 最新旗舰机一样 正式的导入AI运算的功能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觉得至少要先求有 因为苹果过往的新产品 常常都是希望把最强大 最完整的功能都设计好 几乎可以到万无一失的时候 它才会正式推出 可是也因此在后来很多 其实新的产品领域的竞争上面 稍微都是在起跑点上面 会呈现落后的格局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 苹果可能会让它的iPhone 能够先有一些 新的AI功能加入 那这边来讲的话 相关的瓶盖股部分 但第一个最主要受惠的 还是台积电 因为在所有的一个 先进制程部分 现在其实台积电放眼 全球是没有对手的 那我认为这一次 它在创高之后拉回 那目前大概就是在 月均线附近去做整理 那只要近期台币不要 再呈现比较连续性的贬值的话 那就有利于外资 新的一波买盘 所以我认为其实800元以下 台积电空手的朋友 还是可以去做一些留意的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 则是鸿海 鸿海今天股价是跳空往上 并且创下波段新高 那过去其实鸿海 主要的业绩动能 就是看苹果的iPhone 但是今年来讲的话 鸿海的股价在三月份 如脱江野马 人家说大象也会跳舞 那就是因为 一路往上 对 因为它这一次 不只是有苹果这个靠山 更重要就是今年 吃到了辉达的大订单 那因为三月份 就是辉达当时的GTC大会 那发表了超级晶片GP200 那因为其实GP200分成两个架构 一个是所谓NVL36 那另外则是72 那重点是在于72的机柜 这个部分是由鸿海独家拿下所有的订单 那估计明年的出货量是上看一万台 那因为每一台的单价是台币 大概9600万美元 就是美金来讲的话是300万美元 所以这整体明年的营收贡献是上看新台币上兆元 外资在最近也一直在加 对 所以因为有AI的订单 然后业绩又会开始起飞的话 那就是触动本益比的上修 所以股价当然未来其实有机会 去跟广达进行做比价 那另外旗下的子公司部分 一个就是PCB的大厂征顶 那最近其实在拉回整理的过程当中 投信的买盘还是持续的进驻 所以我认为现在因为股价 可能还没有去反映后面的业绩 不过既然母公司鸿海吃到GP200订单的话 那整顶当然也渴望是跟进受贿 那最后则是3362先进光 这算是大力光旗下的子公司了 因为过去曾经有一些官司 后来大力光私募入主 那先进光最主要就是 第一个他本来就是苹果的笔电 最大的镜头供应商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是今年开始打入到平板iPad 那这个量就差很多 因为笔电苹果一年大概2000到3000万台 那平板的部分一年大概5000到6000万台 那后面还有第三个阶段则是在于iPhone 那iPhone的量更大了 一年是两亿支 所以这是在他的光学镜头部分 那另外指纹辨识系统 也陆续打入到全球NB的前三大厂 那目前股价在200元附近量缩整理 如果出量表态的话 大家也不妨可以去做追踪 现在这一次巴菲特在股东会上 他也有特别提到在美元的部分 他认为目前没有一种货币 可以取代美元的一个角色 当然美元的一个走势 真的是锐不可挡 不过我们要请教冯总监 美国前总统川普却说 如果说美元一直那么强的话 可能会让很多的企业就逃离美国 他说会让美国的经济走向地狱 对最近声势很强的川普 又讲话了 当然是比较政治上的一个语言 我们来看一下 他讲说 美国的经济正在走向地狱 你必须看看就业机会外流 美元跟现在的地位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第二个他把矛头指向了 拜登政府对于美元的一个管理 因为其实川普本身就是 这个倡导弱势美元的 因为他希望促进出口 不过我觉得这跟现在美国经济 有很大的一个分别 因为美国的经济 还是以消费为主 川普的一个讲法 我觉得还是比较讨好 那些中西部的这个州 是比较多的 那当然川普叫我们看一下美元 我们要好好看一下美元 那美元指数你看这一波 真的是非常的强 那为什么美元非常的强 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还是在联准会身上 联准会其实在去年底的时候 大家预期今年会降几次 降五次 那么在第一季的时候 会降几次 降三次 调整为三次 到现在为止好不容易 前几天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 还是按兵不动 至少原本大家很怕说 联准会有没有可能再升息 至少确定不会了 粉碎了市场的一个谣言 所以让这个美元指数非常的强 因为5.25到5.5这样一个利率水准 让很多国际的资金 都回流了一个美国 另外的巴隆周刊 他也讲 A strong dollar is rattling Asia It doesn't judge the yen Rattling的意思呢 就是让你不安 所以说不是只有美国不安而已 让亚洲也不安 为什么 巴隆周刊指出 印尼的央行 为了万里之外的这个华盛顿 为什么 因为他说 美元在极度走强的时候 往往不会为亚洲带来好结果 实际上为什么会这样子 不只是亚洲 只要是新兴国家 都是一样 因为很多的新市场 国家呢 他们都很多举债 外债 那很多外债的情况之下的话 他要支付利息 是要支付美元 美元 那如果说美元涨 这个升值10%的话 他的成本 他还更多钱 什么事情都不做 他要多花10%的 还债的一个成本 所以这个时候呢 对于新市场 当然不会好 那巴隆周刊也指出 现在很 这个维言耸听的讲出 现在呢 很像1997年的金融危机 现在正席绝 这个亚洲各国的一个央行 立抗强势的美元 那几个国家在做 那第一个最重要 当然关键就是在日本 日本呢 在日元在前几天 到160之后 突然之间 强势的一个升值 所以呢 日央其实有在进行 这个汇率的一个保卫战 那到底呢 这个日央的干预 日元有没有用呢 这个前财政部长 沙默斯 他有讲 这个货币的干预 在现在来讲 是无效的 他认为说 即使像日央 最近的大规模干预 也只是一个反弹而已 为什么这么讲的原因 是因为说 现在日元大幅度贬值的原因 是因为 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利差 实在是扩大 还是持续扩大 虽然说日央有升息 但是现在这个利差 还是很大 国际的一个吵架 还是借便宜的日元 去炒作其他的一个 风险性的一个资产 所以你看其实 你要与其讲说 日元是这个日央的一个 守法 干预守法 不如说是美元指数 在短期 有走弱的现象 那到底会不会造成 97年的金融风暴 我个人认为是不会 因为当时候的背景 是因为像泰国 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他们的外卫存体 非常的低 很低的一个情况之下 被这些秃鹰所拘击 所以所拘击的情况之下 他们没有足够的 外卫存体去抵御 它这样子的一个 外来的一个攻击 所以你看97年的时候 你看各国的央行 其实外卫存体 非常的低 但是经过97年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各国家 你看最积极的是谁 中国 新加坡 包括香港 跟其他的国家 大幅度都是增加 他们的外汇存体的 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来讲 实在是 比较跟当时候的一个状况 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好 我们再请教冯总监 如果说美元 接下来还是比较偏 走强的一个情况之下 日元会不会更弱呢 现在也是因为 大家觉得到日本很便宜 因为日元真的是一直在贬值 所以现在还出现 所谓很多这个底层观光客的 一些乱象的发生 对 我三月份才刚刚去 这个日本一趟 去出差 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说 已经真的是非常便宜 那时候大概日元 就是到150左右 没想到 160 更甜的一个价位 所以这段时间 我这个手边上 这个iPhone有四张的西瓜卡 我一次都把它处值到 满两万块日币 那当然这段时间 出现很多乱象 第一个乱象就是说 中国 当国五一长价 这个日本也是黄金粥 但是中国这段时间 最松欢迎的地方在哪边 就是日本 激增了多少 199% 就是两倍 快两倍了 真的是非常的高 为什么 就是因为日元的汇率 串34年的一个新低 所以 要横扫日本的一个商场 你什么 修竹食客 盐药水 什么什么 真的是非常多 这个维他命B 非常非常多 还有海水珍珠 这个大陆人特别喜欢 所以变成了日本土产的新三样 另外来讲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男生 特别注意的就是 这个手表 劳力士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说 上野的地方 有一个 中野的地方 有一个捷克路跟龟脊 这两个地方 这个卖劳力士 因为汇率的关系 也是卖到缺货 现在真的是 在那边可以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 因为汇率的一个关系 日本的一个定价 在这样汇率 大概也是差了 差不多有20%这样的价钱 比如是打八折 对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 现在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另外来讲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除了黄金州 当然就是订房大爆 另外来讲 还有所谓的一个底层 观光的一个现象 因为每天都有日本的饭店 他们的备品 所谓备品就是洗把筋 沐浴乳 乳液这些 不是被倒走 就是整罐的一个消失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去日本 变得是太便宜了 另外来讲 还有更夸张的 就是这些大型的空气清晰机 还有包括液晶电视 电视都扛走 整个搬走 你在check out的时候 他们还来不及看 他们就已经给你搬光光了 但是这个空气清晰机 跟电视要怎么搬 对 真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因为到日本的观光客增加 再加上这些 转接插头这些东西 真的常常不见 所以现在很多变成免费出借 改成所谓押金制 你要拿东西来还 我才把这个押金退还给你 另外来讲 欧美感觉上他们好像 比较高文化 好像也没有 因为他们在JR的三首线 也有人在那边健身 然后把它po上去 还得到十几万人的 这样的一个赞赏 然后日本的网友讲说 实在是很讨厌日元太便宜 就是因为他会吸引很多 又吵又没有水准的底层观光客 来日本 另外来讲 最近当然有一个最有名的 就是在河口活着也去过 这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个Lowson的便利商店 因为它可以某一个角度 在对面那个马路上拍到 跟富士山的这个河景 那这也成为一个热门的 一个拍照跟打卡点 但是因为就是因为太吵了 而且太多人跨越马路 所以当地的居民 为了不让吵杂的人群 干扰到他们的生活 所以集资布了黑幕 布了黑幕的一个状况底下 现在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点 从便利商店拍到富士山 但是聪明的观光客 现在又找到另外一个景点 而且离车站 只要五分钟的时间 一样可以拍到便利商店 跟富士山的一个景点 所以我想这个乱象 因为便宜日元的关系 还会这个层出不穷 不过我们说到出游 也要来特别看到 中国的五一长将 在昨天是结束了 在五一长将这段期间 真的到各个景点 人山人海的 不过我们要请教建勋 虽然出游的人 看起来非常的多 那么统计是说 比疫情前 当时2019年的时候 大概成长了两成左右 但其实消费的能力 并没有增加 还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准 今天5月6号刚好五一的长假结束 中国大陆很多人都要开始上港 但是这一段的出游期间 人很多 但是花的钱却很少 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乱讲的 我们有一一的事实来看 在五一黄金周前 航空公司的机票就已经在叠价了 你知道吗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大家出游的时候 不太坐飞机 飞机机票会 对 那我们就开车 不然就坐火车 不然就坐公车 所以五一黄金周之前 飞机票的价格就陆续往下掉 这已经引秀出一点 不太寻常穷油的味道 好 那到了真的五一之后 我们来看香港 香港5月1号入境的路客 有大概18万人 比去年多 但是到达20万的目标 还是没有到 人均消费减少两成 就是不好 钱变少了 我人去了 但是口袋还是空空的 我人均消费是减少两成 旅行团也都不是高端团 这好像在骂人家这一次 去香港都是低端团 不是这样子 是说消费降级了 以前可能是住五星级的饭店 现在可能住四星三星 你看五一期间 他们在维多利亚港 有扮烟火秀 但是人数只有10万到20万人 你看我们办101一次 就60万 80万 他这一次的维多利亚港 并没有吸引到很多的观光客 我们来看他住房率好不好 住房率你说有九成 好像还不错 九成听起来还不错 但是他并不是 大家用竞标的 他反而是降价求售之后 才有九成 降多少 降了23% 而且你看 我们举的这里是 香港的美利华集团 我去查他是香港的五星饭店 所以香港的五星饭店 每晚2000港元 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的价格 还减到甚至不足2000港元 对 所以它可能是价格 可能原本是12000 13000台币 经过降价之后 到了8000 9000台币 这样子的五星级 香港的入住率才只有九成 所以说这一次的香港的五一 对他们来讲 感觉也不理想 感觉是冷冷的 冷稠稠的 在中国大陆本身 则是掀起了五一的 这种穷游的这种感觉 精致穷 什么叫精致穷 就是时间很多 我们要出去玩 但是我们要玩得精致一点 玩得精巧一点 简单来讲 就是玩CP值高一点 他们怎么办 他们本来是要往一线城市去跑 比如说往上海 往长城 现在就往四线城市去跑 就是斐鱼 我们这个要出去玩 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太多钱 我们去乡下走走吧 我们去看好山好水好无聊 就大概这种概念 山山步不用花钱 对 山山步 爬爬山不用花钱 爬爬那个绕湖 绕了一圈就一个上午 就结束了一个行程 这种不用花钱 这个叫做四级现游的 今年的一个特色 所以你看旅游市场 包括行程四线以下的城市 尤其是县城 订单增加68% 讲穿的就是没钱 大家去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玩 剩下初游也要讲求性价比 一样都要性价比 我们去压马路好不好 压马路不花钱 我只要什么阳光空气跟水 就可以了 好 跟空气一样 那五一期间就有大学生 微博就贴文说 我只有700块人民币 我去哪边玩 然后就被网友笑 你还是去公园 洗洗睡比较快吧 家里附近的公园免费 那还有一个最有趣更好笑的 有一个网友他po了 五一要环游世界的旅游企划书 环游世界 大家想说很厉害 但是逻辑你想象就不太对 你五一只有多少 六天七天假 你环游世界 你是要住东京 东京住完住什么纽约 然后杜拜一晚就回来吗 所以这当然是有猫腻的 有什么猫腻呢 我们看他比如说企划书 他说看海看山 看海这是什么看海 看马桶叫做看海 他不但可以看海 还可以看海啸 看海漩涡 当你冲水的时候 看瀑布就是你的连棚头 冲澡的时候看瀑布 对 听雨轩好不好 看山 看泰山 泰山 就是人民币五元拿来认真的看 有没有 那我去看玉山也行 新台币里面也有玉山 有没有 最后环游世界就是在地球 拿着地球一丈转 所以你要绕几圈都可以 所以这是没有钱 大家就是怎么讲 苦中作乐吧 好 不过我们说到 在中国大陆 我现在大家也很担心 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在最近是狂扫 黄金还有石油 这些战略物资 然后现在还有人在怀疑说 这是不是北京方面 在酝酿一个 所谓经济的核选项 就是让他们的人民 必要一次性 而且是相当大幅度的贬值 我们讲了比较玩笑话之后 我们要讲比较严肃的问题 中国大陆的央行最近在干嘛 在抛美债 买什么 买黄金 买石油 而且连续买了17个月的黄金 所以像黄金这么贵 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中国的央行 都在买黄金 在这个框架底下 是人民币不断的在贬值 所以斐云你觉得 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的购买力在下滑 因为人民币在贬值 可是我不断的在买黄金 不断的在买战备橱油 而且战备橱油 去年买到了每天 1100多桶的石油 创下记录 各位想想看 2023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好吗 显然不好 经济不好 你买石油做什么 感觉是要战备 不是拿来用的 为什么开始在扫货 这些战略物资 所以西方国家就担心说 老共或中国大陆 是不是要担心他在 要嘛就是叫有军事行动 要嘛就是他有什么 别的行动在后面 在储备 在酝酿 除此之外 我们讲说核选项 就是大家很担心 中国大陆现在人民币 在过度的贬值 刚刚我们又提到了 亚洲最近在竞扁 台币一度扁到了多少 32.5 日本一度到160 这个人民币 现在扁到了7.27.3 已经10年的新低 不止这样子 它还有实质的有效汇率 就是你的汇率 再加上你的实质的购买力 你的已经创下10年来新低 所以就很担心会出现 中国震撼2.0 好 斐玉你就问 1.0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你要跟我讲中国震撼2.0 好 跟大家报告一下 什么叫中国震撼1.0 就是2000年到2010年中间 中国大陆因为很便宜的输出 所以导致了美国很多人失业 多少人失业 200万到240万人失业 这个叫China Shock 1.0 中国震撼2.0 你就很担心说 现在中国电动车不是很便宜吗 然后它的货币又贬值很多 所以它很怕像特斯拉 很多大陆会被打垮 所以担心会出现中国震撼2.0 所以人民币不断的走扁 再加上他买了黄金买了石油 就担心核选项 人民币一直在扁值亚洲竞扁 会对很多其他的亚洲临近国家的出口 造成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对经济的伤害 是让大家比较大心 跟核子选项一样大 对 好 不过我们说到这个睽違五年 这个习近平是再度出访欧洲了 他这一次是对三个国家包括法国塞尔维亚 跟匈牙利展开国事访问 那我们要请教副总主币 其实这三个国家对中国大陆来讲 是各自有它不同的这个战略方面的一个价值 包括像是塞尔维亚 习近平曾经说 他们是这个铁杆的朋友 那匈牙利也是非常支持他们的一带一路 对 我们知道就这几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欧洲国事访问 那其实外界就认为说习近平要访问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打开新三样的销路 那什么是新三样呢 就是电动车 太阳能 还有电池 那这期金周刊也针对这个两岸三地一千大企业做了一个报道 那就发现说其实中国正在努力的拼出海 那拼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电动车 我们知道这个1月15号的时候 从中国深圳出发的一个白色渡轮上面 就载了超过5400辆的这个比亚迪的电动车 对 那它目的是要去哪里 就是去欧洲 那两天之后呢 这个上汽集团也有一艘船 这个首次的出航 它更大 它可以载7600辆的这个汽车 那目的呢 同样是这个欧洲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这个中国正在拼出海 他们现在欧洲五辆电动车里面 就会有一辆是中国制的 对 我们知道以去年这个欧盟销售的电动车来说 大概19.5%都是在中国制造 但是到了今年年底 这个数字就会上升到25.3 那也就是说呢 四分之一了 对 在欧盟销售每四台车就有一台来自中国 所以你可以想见 我们知道欧洲一直都是汽车工业 对 所以欧洲就非常的紧张 那尤其是这个德国更是紧张 其实有这个德国汽车教父之称的 这个杜登霍夫就表示 这个中国对中国来说 今年是这个改写全球版图的一年 那欧洲呢正陷入了这个进退维谷的窘境 他说因为其实中国政府对这个电动车产业 多年来是很有意识的投入 所以其实已经筑起了一道相对深厚的产业护城河 那其实欧洲要再达到这样的经济规模 已经不容易了 那其实呢另外一位这个德国的汽车专家 他也表示说 他观察呢中国车企有什么样的优势 他觉得中国车企就是不怕犯错 先做了再说 怎么说呢就相较于传统上 我们可能很依赖这个汽车的试调 但是他们没有 他们直接去市场上面测试 什么意思呢 中国的公司我先出一款车子 看看大家反应怎么样 如果这个很好我就继续卖加码 但是如果大家反应不好失败了 我马上推出第二款 因此就可以加快这个 就是商品这个世代更迭的速度 所以他们就担心说 其实中国可能会把这个车子 达到连你都无法想象的这个价格 因为欧洲对他们来说 根本就是跟天堂一样 对所以就是说 他们现在努力的出海 那其实呢面对这个状况呢 我们知道这个欧盟呢 其实已经针对 这些中国电动车厂 接受政府的补贴 在进行这个调查了 那最新的进度呢 就是前两天这个欧委会 已经正式的警告了 这三家车厂 包括比亚迪 上汽还有吉利汽车 他说呢 你们还没有提供 调查所需要足够的资料 那如果说呢 我们认定说 没有足够资料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会 以现有的证据 来判断这个关税 那最快说不定 在暑假之前 我们就会对这些 中国的车厂 就是提出这些 要加征关税的要求 那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贸易战 是高手郭昭嘛 因为习近平此行 他他也希望说 可以避免这个关税的状况 但是呢 其实中国是有备而来 他呢 很早就已经到欧洲布局了 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在这个 全球这个锂电子产业 当中这个市占大概79% 其实将近80% 蛮高的 对不对 比重很高 对 那其实呢 领先第二名是美国 美国只有6% 那现在呢 匈牙利是第三 然后大概是4% 不过呢 匈牙利可能很快 就会超越美国了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在这个匈牙利 正在盖 或是已经完成了这个工厂 已经有36家了 对 而且包括这个宁德时代 也到了匈牙利 还有呢 这个绝缘材料的制造商 中国云南恩杰的新材料 还有另外一家呢 也是中国电池制造商 就是这个亦维利能 其实他们都到了 匈牙利投资 那更重要的就是 匈牙利现在正在新建的是 这个比亚迪的超级工厂 对 所以呢 那为什么中国要到 这个匈牙利去 布建这些电动车的产业链呢 还有盖这些工厂 那当然就是 他们早就想到了 有一天可能 我就会被课关税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先去那边 布局投资 那到时候我生产出来的 就是当地的电动车 就没有 就是在匈牙利生产的 对 它就可以避开关税 可以避开进口关税这一块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新三样 包括像是电动车 还有电池 还有在太阳能板的一个部分 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整体的经济 它的比重到底有多少 那么是不是真的可以 透过这个新三样 对他们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帮助呢 对 那其实从我们这次这个做的两岸三地 一千大的调查里面 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进榜的可以看得到 是中国是电动车独称国运 我们看到电动车入榜有28家 那平均市值大概成长了30% 那尤其是看到这个平均排名的进退步 进步了192% 那可以看得到 它的电动车真的非常好 但是如果看到其他产业 包括医药 生计 内需 军工 太阳能 电池 甚至半导体 它是呈现全面衰退的状况 所以看得出来 这个电动车一支独秀 但是这个电动车 有没有办法来拯救 这个中国内需不振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国内需 占这个GDP的比重 相较于其他主要国家 它其实还是很低的 表示它的内需并不是很好 那我们知道 今年这个两会之后 其实中国有确立一个论点 叫做薪植生产力 中国在这个时候提出 薪植生产力的论点 一方面是他们不想要走 传统这个西方 他们是靠这个 重视消费 然后轻投资的 这个经济成长途径 那另外一方面呢 是借由 希望借由这个国家的力量 可以加速这个 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我们知道 因为一直都说 这个中国很多新创的技术 会受制于其他国家的 这个制约 所以他们就很希望 能够发展 只是说呢 不管是电动车 新能源等等 最近中国很高度重视的 这些新兴产业 虽然他们成长得非常快 但是呢 对总体经济的贡献 还是微乎其微 怎么说呢 我们看看这个去年的数字 这个去年呢 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新三样产业 合计出口 虽然达到这个 一兆六百亿元 但是呢 比重大概只有4.4% 4.4%真的很低 一天都不到 对 那这个 占去年中国GDP的产值 大概3.5%左右 但是呢 房地产部门就23%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就算它高速成长 那这个高盛就说 就算每年20%的成长 它其实也很难弥补 这个房地产 这个导致了这个GDP的损失 所以说呢 这个能不能靠电动车救 那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 南韩现在要打击 就是所谓的缩水式的通膨 他们有怎样的做法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关心 好 现在通膨的问题 其实在南韩也有 我们要请教建讯 他们是怎么样去打击 所谓这个缩水式的通膨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业者 他虽然价格上面没有调整 但是内容物都缩水 你讲到这东西 大家非常有感 因为现在很多价格 虽然没有动 但是东西就越来越少 我们讲说车轮品 本来是跟我的脸 大概一半三分之一大 后来只有跟一个粉扑一样大 譬如说 我们本来是这么大的一个零食 你结果把它倒出来之后 它可能只剩一个拳头 看完之后我拳头都硬了 就类似大概这种概念 台湾的通膨 跟南韩的这种 物价高标缩水式的通膨 其实一模一样 南韩的主管机关 他就觉得这样不行 在我欺骗消费者的嫌疑 所以你要给我强制标示 而且要标示三个月 那不然要罚款多少钱 罚款一千万的韩元 其实听起来很大 但其实没有很多 只有台币24万元而已 但是这个代表了什么 代表南韩政府跟你讲说 你要调价可以 你老实一点行不行 你就老实 对 早点说 不要骗人 就像那个Sneakers的 这个巧克力棒 连拜登也觉得 你怎么缩水 到骗人 好 不只这样子 像南韩的通货膨胀很严重 现在这个中产阶级讲说 越来越困难 现在南韩首尔一带 要找到新台币 250块以下的午价 午餐已经越来越少了 很辛苦 所以吃一餐都要两三百起跳 起跳 连超商的便当也都涨 你知道台湾的超商这么多 南韩超商也很多 超商的通路这么强 当它都涨到5% 6%的时候 你就知道成本压力撑不住 怎么办 好 我们讲说大家怎么办 吃不起 只好吃冷食 只好吃这些 甚至看几点来换钱 麦当劳已经第三次涨价了 南韩的麦当劳 从去年的大概2月份 所以到现在才多久 一年半不到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涨三次 涨了三次 一点一点的涨 涨到你没有感觉 但是累积起来往后看 就很可观 比较低收入的南韩民众怎么办 就发现它的鱼类贝类的海鲜的消费 就变少了 这很正常 我钱变少了 我吃鱼干嘛 我吃贝干嘛 吃不饱 我只能吃肉比较多 好 南韩的消费力可以说是 通路膨胀很严重 根据统计 在南韩居 特别是首尔居 大不易 它在全球的排名 是第16贵 那你想说最贵是哪里 香港 新加坡 苏黎市 那大家可以理解 那再来是瑞士日内瓦 巴塞也是瑞士 那我知道瑞士很贵好不好 纽约等等 那北京跟上海是分别是12到13 那首尔是排16 所以讲说南韩 可以说一方面 它的这个消费物价很贵 又通过膨胀 有点南韩地域的这种味道 所以大家觉得现在赚钱 薪水没有涨嘛 东西这么贵 要结婚更不容易嘛 所以很多年轻人是不想结婚 不婚而且也不生 这种情况我觉得亚洲好像都有 但南韩其实特别的严重 跟大家讲 南韩现在根据调查 只有51%有结婚意愿 等于是两个人当中 只有一个想结婚 那就真的躺平 我就不想结婚 我要怎么办 小孩生不起也养不起 那大家想说你不想结婚是为什么 是真的不想传宗接代吗 才不是 是第一个房价太高我买不起 那第二个 结婚如果万一生小孩之后呢 养不起 那根据台湾统计大概 小朋友从小到大就要生 就要花多少钱1000万 所以电视机前面各位小朋友 你们还有孝顺爸妈 养你们真的很不容易的好不好 成本很多 你就想说你看 南韩有93%问你说 低生育率严不严重啊 严重啊 有没有国外问题 是啊 那你要不要生 我才不要 这逻辑有点错乱 就只有三成以下的南韩民众 愿意生 大家都知道严重性 但是还是不愿意生小孩 你们去生就好了 但我不用生 我先躺平 大概是这种概念 那为了抢救南韩的生育率 现在连佛教也在开办什么 配对节目 佛教都开始办配对节目 对 斐鱼你常常会看一些 这个综艺节目 那譬如说佛教的实境配对秀 你会看吗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法相庄严 因为看不太下去 但没关系他就很新奇 那另外他也公布了南韩的初婚年纪 男生是34岁 很高 对 女生是31.5岁 台湾反过来讲 台湾是男生大概是32岁 女生是30岁 所以越来越晚婚了 我跟大家讲一个更残酷的事实 女生第一次结婚的平均是31.5岁 你知道高龄产妇的定义 第一胎是几岁 35岁 也就是说你几乎都是高龄产妇 所以 好 我们讲说生育率这么差 连南韩的都要去办配对节目 另外南韩有一个高颜值的 很帅花美男的法师 叫做樊敬和尚 法号花生 不是花生谜 是花生 我知道花生 因为高颜值 他的IG有3万人 一年就吸引3万粉丝 当初本来是因为疫情 那个寺庙就说 这个花生 我们总是还是要跟群众 做一些互动 不能老是 只是线上点光明灯 线上扫墓 你还会做一个IG 所以我靠颜值合上来拼观光 对 拼观光成为南韩的佛教界网红 其实你不管是看这个平面的照片 还是待会导播可以剪一些他的画面 其实真的很帅 是很帅 你从这个额头以下 他大概就有 怎么讲 朝团的这种潜力 很像男团 而且唇红齿白的 对 这应该是你的菜 小清新 小文青带的这种菜 然后看起来就很可爱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日进大师 你不要看到日就以为是日本 不是 它是南韩 南韩日进大师 它是佛经融合电音文化 然后一样就搞 就变成很有名 他本来是搞笑一点 其实斐玉 我跟你讲 这个宗教结合电音文化 我觉得这是很满好卖的 就像我们现在画面里面看到 很嗨 但是它又跟佛教有关 这是一个噱头 电音加上宗教等于好卖 这件事情在很多年前的王彩花 跟三太子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男人只是超我们的 好不好 好 我们先休息 先要稍微来看到 美国在四月份的这个就业数据 是比较疲弱的 原本大家觉得应该不会降息了 现在对九月有可能会降息 又燃起了一线希望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那么如此以来 这个债券到底要怎么操作 美国在四月份的就业数据 是比较疲弱 原本大家觉得不会降息 现在对于九月可能会降息 又燃起了希望 不过我们要请教微量 这个情况变来变去的 如果说手上你有债券投资的话 要怎么操作 那真的是 今年这个关于联准会降息的剧本 一战的修改 那根据最新的 目前看起来九月份降息一码的几率 是逼近五成 然后到年底之前降两码的几率 是接近四成 但是我认为后续 随着也许通膨的数据 或者是经济基本面的数据 随时在更新之后 这个降息的路径 还是可能会再调整 那投资人其实很困惑 因为从去年开始 大家认为买债券 先领配息 再等着降息之后赚价差 算是送分题 可是现在捉摸不定的联准 会让大家 很多买的债券ETF 暂时都是住套房 该怎么办 那我们三个原则教会大家 第一个年期越长的债券 对利率的价格敏感度就越高 也就是说长期的债券 涨的时候更会涨 但跌的时候也比较会跌 第二个殖利率反弹 就是殖利率向上的时候 短期债券的价格 就会比较抗跌 像前一段时间 美国的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谈升到四点六percent以上 短债就是会比较安全一点 对 就是跌的时候 他就会比较稳定 比较抗跌 那第三件事情 有点难度 但他非常重要 大家如果还没有忘记的话 现在殖利率曲线 是所谓的倒挂的状态 倒挂很长一段时间 正常的殖利率 应该是十年期的长债 它的利率要高于两年期的短债 但是从二零二二年七月以后 就这个地方 在这里 二零二年七月以后 大家看到这个柱状体 都在零周以下 就是因为十年债 减掉两年债 呈现负数 也就是倒挂 倒挂 将来如果转为正常化 那正常化就是 一旦降息之后 那两年期的值率 现在比较高 它将来就会往下调整 然后会变成回到 比十年期低 也就是说两年期利率 它如果下滑的速度 比较快的话 那两年期债券价格 它上涨的力道 就会比较强 所以在现在还没有正式降息 在还没有降息之前 先买短债 因为既然倒挂 现在两年期公债的利率 还比十年期高 然后将来一旦降息之后 初期的时候 它的价格 因为上涨的速度 会比较大 所以确定降息之后 再来买常债吗 对 所以其实讲股票投资 大家也有配置的概念 那回到债券市场的布局 应该也有资产配置的概念 其实你可以短债跟常债 做搭配 但初期来讲先买短债 那至于说什么叫短债 一般定义有一年期 到三年期叫短债 那三年以上到十年之内 叫做中期债券 十年以上叫做常债 所以这边关于台湾股票市场 有挂牌的短期债券ETF 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那当然建议大家 大概先初步 以前面这几档为主 因为规模也比较大 然后都是锁定在 大概一年到五年 或一年到三年常债 而且都有搭配计配息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看 五月的ETF的配息战 已经开跑了 而且在这一次 大家发现到 很多这个配息的金额之高 都是创下了史上的这个新高 到底能不能够跟进除息 要怎么挑选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关心 五月的ETF配息战开跑了 我们要请教冯总监 现在大家都配得好高 929这一次还是配0.2 然后878配0.5 这是史上最高的 还有731甚至配到 大家说年化报酬率有18% 对 高股息ETF 为什么可以配这么多 我们想一下 就是说这个配息的来源 包括哪一些 第一个就是这些ETF 成分股的息 第二个部分 如果你是有凭准金制度的ETF的话 也可以拿来配 第三个最重要就是资本利得 我想今年的行情 其实有撑到最后一刻 精灵天下最后两分钟的 其实都是财富密码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列出这15名 今年以来的 绩效最好的 通通都是我们在节目上讲过 而且大概半年前我们就讲了 你看都集中在哪一些 第一个含辉量 AI的ETF 这个都是含汇量高的 这个美股七雄 这个费成半导体 这个半导体 这个部分5G AI 这些北美半导体 北美科技 这些都是我们讲过的 美国的科技的 AI的 另外来讲含积量 是什么呢 是执行的 这个0052 还有包括00915 还有这个0062 6208 0050 这些 是不是都是我们在节目中 讲过的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财富密码 绝对不能漏掉 第二季怎么办呢 没跟上怎么办 没关系 趋势不太会改变 海外科技型跟台股的市值型 你都要布局 因为它会有一个 悄悄板的一个效应 不会同时强 但也不会同时的弱 反而高股息的 就要挑选一下强弱 对 第二个还是要重视 它的选股逻辑 三个字 红飞肌 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这三个持股的话 基本上你就是绩效非常的好 为什么是红飞肌呢 红就是红海 飞就是灰 灰打